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芬姐之后还是很多鱼吃不完怎么办呢 答答 鱼 好多的鱼肉剩了 那还不简单 我们把它改成鱼松 鱼可以送人 鱼可以保持半年以上 今天最主要是做鱼松 可是要搭配凤梨炒饭对不对 That's right 赶快来洗米啦 什么洗米 人家炒饭都用冷饭 那你干嘛要现煮呢 那你就错了 冷饭冷得很冷 有时你要更多油来炒热它 所以我们今天用新鲜的热饭来炒 也对啊 打破格局 人家是剩饭拿来炒饭 我们煮新鲜的饭来炒 对 你看这个态势很长 比较Q 比较伤 OK 好 配不洗米 就这样子 对不对 是 要这样子 不要把它捏得 就是搓得很大力 就稍微这样子 有没有 而且绝对有一个盆 再隔一个开 这样子把它的那个淀粉 都盛在底下 对 今天我们的米 只要泡10分钟 OK 可是有技巧 今天我们要用热饭来炒饭 所以等一下煮饭有技巧 来 然后等一下你帮我量 两杯的那个米 所以要两杯水 所以400cc的水给它 这个米要比较准 OK 那腰果呢 我们要比较原味 可是我到外面买腰果 通常外面有一个糖衣 我不要那么甜 所以今天我们自己来炸 那你这个腰果 通常要泡水 我们给它泡五分钟就好了 好 那再滴 洗两遍 把灰尘洗掉 OK 我们今天用什么鱼呢 今天我们是用这个 鬼头刀 那买回来 其实他们因为是用海水来保持 所以我们回来先不要洗 要用才来洗 你一旦洗了 它没有办法保持 那我们自己刮鱼鳞 很好刮 拿一点冰块 OK 然后用柠檬皮 跟猪盐 很干净 刮了就很干净 然后我们要片 我为什么要这样片 因为今天我们自己在家自制的鱼松 会比较健康 OK 所以这个我要带皮 我不要切这样片 这样子你等于是在煎肉 那我们今天的鱼 我不要 因为做鱼松不要太多骨头 我把这个 这边比较多骨头把它拿掉 然后这个呢 比较薄的 那个煎起来 其实 没什么肉 没有什么肉 所以拿去烤来吃 你可以拿去煮 煮汤 好 OK 然后这个呢 比较有肉的呢 我们切两段 来煎 那为什么不切成鱼片 一片片煎 再来菜鱼松呢 因为我们鱼松也要吃营养 所以整片煎比较营养 好吧 OK 好 那那么新鲜的海鱼 我们今天就不用腌了 就直接煎了 对 你看哦 刚好滚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是把它转小火 然后再按五分钟 等一下收汁呢 我们要有一个动作 等一下我们加一点 红葱头的油 拌一下 可是今天的饭 要拌一下 让它松 让它松 可是现在也不是现在拌 再滚 让它的米香在里面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鱼 我刚才有说过 Claire说为什么不切一片一片 比较好煎呢 那我们今天整片 你看这个是肉 这边是那个皮 那皮就可以保护肉 那我们今天煎的时候呢 完全先煎这一边 煎到快熟呢 我方便封一下毛细孔 可是这边不要煎太久 煎太久它金黄色 那就干干的 就不好 OK 那平常我们煎鱼 要水珠快跑对不对 今天我要水珠慢跑 好 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这个鬼头刀 皮没有什么油 所以今天用一点油来煎 OK 那如果说你没有油刷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刷油 用皮来抹 好聪明喔 人家已经是煎鱼要抹姜片 你是用鱼皮 OK 好 好了 好 三分钟 中火 然后等一下再转一分半的中小 OK 我们这个饭呢 好了吗 好 你看 我已经闻到饭香了 好香 OK 下面已经收汁了 真的香香 红葱油 有一点点 香油有 你看红葱酥的有点瘦香 你看它的米域就是要给它 通到肠肠酸酸的 然后我们现在一点点就好了 OK 再把它快速拌一下 可是我刚才所谓的收肝就是这样 就是它没有锅巴 因为我们炒饭不要锅巴 就这样子酸酸的 OK 好 很好 Good 好 再五分钟 那我们念的炒饭 咖喱炒饭很健康 有芦笋 然后有红萝卜 今天炒饭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让小孩子吃到不同的营养 那这个小红萝卜其实有机的 可以生吃 然后这个芦笋也不要太大力 可是也不要太薄 太薄你吃不到营养 OK 然后玉米笋也是很健康的东西 其实这个你只要把外壳剥掉 两个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我要的是炒饭是要这个 来 给你切 这个我们今天是凤梨咖喱炒饭 所以我们就是凤梨不要买过熟的 你买太熟啊 出水你的饭就不够伤了 那我们garnished 我很喜欢多吃菜 所以如果有一点生菜 我们就是切一点这个 因为这个要吃多少 切多少 你看这个鱼要煎到快熟 OK 因为我翻面 就不要煎太久 今天鱼要切干一点会比较好翻 OK 这个皮没有关系哦 刚好帮你脱皮啊 刚好脱皮有没有 这个皮你炒在旁边它会更香 对 可以吃哦 等一下可以吃皮 好 做鱼松有好多好处 很香 真的很香耶 都不鲜 好 那我们要先查一下 这个鱼肉有没有熟 脆脆QQ的 好 这个鱼不要过熟 刚好熟就好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鱼拿起来 刚好熟可以拿起来 好 锅子拿走哦 OK 皮已经拿走了 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部分不要 巧克力的炒起来鱼松不好吃 可是我们自己吃OK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做鱼松 像刚刚这样煎成filet 就像人家那个鱼排有没有 那我们就轻吃 有吃剩的我们把红肉都吃掉 然后白肉流来炒鱼松 对 可是你会看到这个鱼肉 你煎到这样子很juicy 像水水这样子 一片一片 可是刚好熟 那你这样剥下来 它的鱼 一般人可能会想到 对 水煮 对 一拨一拨就好了 是不是一片一片 对 你看 有没有 有 很美 然后摸 顺便摸一下有没有骨头 有没有 很juicy 真的 非常juicy 这个baby吃很嫩 这个婴儿吃这个鱼是好鱼 我们做鱼松不是不新鲜的鱼 不是不要的鱼来做的 是baby这样子清煎吃都好吃的 好 我们来炒了 你把锅子移过来 那我们现在干锅来烤这个鱼 水珠快跑你把它放下来 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个动作 这边稍微压一下对不对 然后这边炒 那中间这样子边炒边吐 然后到旁边有没有 你这样子吐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鱼炒到它金黄色 有酥感我们才可以加调味料 如果你太早加酱油 变成你要炒酥它就很难的 那你就越炒越黑 越炒越黑 所以你先把这个鱼炒到酥 这个动作大概 要15分钟你就会看到金黄色 可是呢很多人说 哎呀为什么不要用机器去打吗 做鱼松为什么不要用机器打 对啊我为什么不把生的肉 打成泥去炒呢 因为我们叫鱼松 鱼松就是松松的 有粉的有毛毛的 OK 如果你打成碎碎就是 如果打成鱼会变成鱼浆 鱼乎 鱼乎 粉粉的鱼乎 你说如果熟肉呢 去打变鱼乎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 靠炒工 对 那外面你买的它是有机器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觉得 长辈喜欢用那个叫做什么 鱼松拌尾 给小朋友吃 但是如果这样子 然后我们鱼松更要自己做 这个比较不油腻 对不对 长辈很喜欢加肉松加鱼松 因为他baby不爱吃啊 对不对 那自己做的不会太咸 那你自己做的 可以改变不同的味道 你可以做柴鱼味 芝麻味 你可以不要柴鱼味 你做黑胡椒味道 都OK 弟弟 怎么那么神奇 对你看炒到这样松松 经过你的巧手真的变这样 有没有 就是你要边炒边压 边刮 因为我们没有用油嘛 我们是干炒那些鱼 那有油 反而直接有油 好美喔 反而没有油 反而更容易酥 很美对不对 我倒酱就可以吃了吗 没有味道 这个还没酥 还没酥 真的 对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 炒酥了才能加料 对炒酥 然后来给你压 那我们现在呢 去炒芝麻 对 OK 然后呢 我们芝麻 买回来 有没有 还是要烤过一下 它会比较香 好 那我们把这个芝麻 稍微把它烤得比较香 哇很香 马上我闻到芝麻味 更脆了 这样我们把这个海苔 放在上面 给它烤一下 然后呢 我们要加糖 这个糖有没有 要让它快速 吸到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擂一下 让它比较细 好 这边有一个技巧 把它铺平 因为糖不要掉到底下 它马上融成糖 糖浆不好 我们要这样子 全部的鱼松在下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糖 撒在上面 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炒 开始炒 那这个就是要一直拌炒 做这道菜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让它的糖 很均匀地受热 吃到鱼松里面 OK 那要下酱油了 可是酱油 不能一坨在锅子 它烧焦 好 那我现在把酱油 淋在那个鱼松上 我觉得应该一点吸收OK 一点吸收OK OK了 好吗 好 芝麻可以下来了 煎它 OK OK 好 妈咪有多一个技巧 现在已经酥对不对 要更酥 可是我不要太深的颜色 我这样的颜色我喜欢 对不对 好 那就是盖起来 然后关掉火 然后呢 我们给它焖三分钟 然后翻动一下 把下面翻上来 然后再焖三分钟 这样的颜色它会更酥 好 我们来炸腰果 刚才泡五分钟后 稍微把它擦一下 因为不然的话 那个油会溅到你 好 那炸这个很重要 中小火来炸 因为我要让里面有炸透炸酥 有没有 它有一些活动 有包包 有包包是吧 那我们油不用太多 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我大概中小火 三分钟到四分钟就OK了 那我们今天 我们还有加一点点的鸡蛋 OK 鸡蛋有些时候 不用打得太起泡 有点蛋白蛋黄的感觉 OK了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虾子 我们要让它感觉 有点像卷起来 有点像球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尾巴 尾巴把它拿掉 然后呢 我们刀子呢 割到接近尾巴 让它卷起来 有没有 背部画一刀 对对对 OK 可以了吗 我看一下 好 差不多了 那你帮我撒一点盐巴 好 我觉得后面那个动作 起锅前 让它摇动一下 因为我们弄的油不多 刚好让它的颜色均匀 那这个因为它的鱼肉 会让它更黑 所以你要马上铺在一个纸巾 因为它的鱼肉 会让它更黑 好 美丽 这个颜色 不会苦掉的 这个颜色是刚好的 这个颜色是刚好的 热 热 那这个不会酥的 要冷的才会酥 对 把它摊开最少一点 你都不怕挡棒吗 OK Good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虾全部把尾巴 那有些你要有点尾巴 其实也OK啦 OK 好 那我们先来放油 OK 那我们有虾一定要有蒜末 先把蒜末 爆得浅金黄色就好了 你看这个蒜头很香 很香 拿上香气就出来了 对 我只要那个蒜头 爆香的蒜头的油其实很香 这样我们要先炒料再炒饭 对 料要先拿起来 因为我要料 不要吃太多咖喱粉的味道 然后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虾子 贴锅 放下来 然后把其他的材料 下来 把那个红萝卜丁 乳笋丁 然后玉米笋 OK 那我们现在呢 给它一点油煎蛋 我还想说 你为什么可以加蛋 你看蛋在这个时候加 盖起来一下 那我们的这个蛋 如果你不要整片了 你可以把它滑动一下 让它嫩嫩的 对 这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煎蛋包饭一样 把蛋要松开 对 然后呢 我在虾子先把它翻面 嗯 那它就是比较圆的 因为你全部把它割开了 嗯 哇 这个虾好像很弹Q 它蛋再滑一下 蛋再滑一下 嗯 对对已经好了 因为我蛋是要给它搓散散 对 破破的 对 好 可以了 你看这样虾球是不是很美 对 这样圆滚滚的 挺挺的 对 那你前面不能用太多油 因为我要用 还要用油炒饭 所以你前面的油够煎你的虾 其实这样铁板 用很少的油煎 好像铁板烤虾一样 真的比我们用拉油或过油的方法 那个虾啊 来得干爽而且不油腻 这样看就会想吃耶 你看 对 好堆喔 你拿一个叉子给你 你吃 OK 来 哇 可惜 好好吃喔大家 对 我现在东西已经快熟 不会生生的 是 好 那我现在呢 OK 我要炒这个咖喱粉 好 然后我们搓一点那个 咖喱叶 因为咖喱粉跟咖喱叶 那个感觉不一样 你就是把它干炒一下先 要有油 这样干炒 你有油它就 一颗一颗 这样好像一粒一粒的粉 那你这样子很干爽 有没有 然后我让咖喱粉稍微香一下 我等一下再加 饭来 让那个饭吃这个咖喱的味道 它就不会有那种生味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以前用咖喱粉 怕多油都是调水 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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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饭要炒干爽的 它就是这个要炒到 这样子松松热热的 对 OK 那我今天试试看 用这个饭 先不加油 来炒 当然我们不是 拌一点这个油 因为你有搅拌 它就有点松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这样翻炒一下 没有油的状况下来先 让这个咖喱粉的色泽 进到我的饭里面 这样让它伤伤 很多人就是用油有没有 让那个饭粒在锅子里面跳动 那油它要粒粒分明 它要用很多油 那我们先干爽干爽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们要用冷饭 因为他们用那个大勺很重 去压它的饭有没有 如果它是热饭 一定给它压扁 好 我现在是让它吃咖喱粉的味道 再来第二个层次 就是让它吃酱油香 那再来就是吃凤梨香 那你会听到那个饭粒 会比较伤的现在 因为我们是好像在烘这个饭 这样子 好 因为我们的酱油 我不要给它进到凤梨 所以我现在酱油 先加 先加 那不要 酱油的技巧 加是加在米饭 不是加在锅底 所以我的蒜头可以加进来吗 蒜头好 有点咖喱香气 这个时候 那凤梨可以进来扁了吗 对 凤梨来 好 来 先半个来 谢谢 我先放在锅边 再来 先给它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采访那么多集了 那么多节目现在懂得比较感受了 对 好 现在我给它凤梨味吃到我的饭 那因为这个甜椒有没有 甜椒不会说很吃味 对 那我们就来一点给它 这就可以加了 可以加了 因为甜椒是生的 刚才还没炒过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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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刚刚那个动作是对的 对 我现在才知道 干炒饭是那么清爽更清爽 YES YES 今天才发现 YES 好 来 那个料可以下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炒饭 只要用一点点油 再煎这些虾仁跟炒这些鸡蛋 这叫减油咖喱炒饭 现在再把它炒热就好了 那我其实热饭还蛮热的 所以我只是要把那个热饭 炒到外面酸酸几粒几粒 我不是要把里面炒热 因为它是热饭 它不是冷饭 它不是过夜的冰箱的饭 吃一口 我直接吃饭 饭还是很干爽的 可是它里的味道也进去了 然后凤泥 那颜色是很美 对啊 好了 我们来盛盘了 那我们腰果什么时候放的 腰果等一下放在上面的 对 然后那个生菜也是 这样因为已经有它的辣度了 所以不用再加那个 味道可以了吗 可以 不用再加那个叫胡椒 对不对 很前锋 对 然后要加鱼松 鱼松撒上面 鱼松 重点今天是炒鱼松 来搭配凤梨 咖哩凤梨炒饭 腰果放旁边 对 生菜一朵 这里 生菜一搓怎么样 对 没搓 一搓 然后鱼松 红葱头 红葱头 然后鱼松 鱼松 要撒吗 还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就一搓 一搓 好了 哇 哇 好吃的 香烤鱼松 佐 咖哩凤梨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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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